前言,在1960年7月的一个夜晚,当我坐着冥想时,双生灵魂的画面来到了我的面前,灵魂被一分为二,阳性的和一性的,通过漫长的演技然后回到一起,以及群组灵魂分离和回归的宇宙计划背景,所有的细节,不可磨面地印在我的头脑上。 一些后来沉到表面意识以下,又在各种不同的时间再度出现,我此前从未听过这个观念,虽然如此,我特别确信自己被赋予了这个任务,把它写出来。 多年来我作为一个作者和灵性探索者,为这个工作做着准备,我开始通过灵性文学寻找他们,除了一些直言片语,没有更多的发现,显示出双生灵魂只在一个确定的深奥圈子里被知晓。 我对人们传送我的这个概念,在一些人群里,得到了立即的反应,他们开始微笑并点头,低语道是的,是的,我确信这是真的,表示这个知识已经被存于人类的头脑中。 但是现在需要重新发现,写在这里的仅是关于双生灵魂的一个开始。 奥罗宾多曾说过,人类爱的极致,是在两个身体里一个灵魂的结合。 第一章,灵魂的目的,不管我们的灵魂是什么做成的,它和我的是一样的,它比我还更像我,我就是西兹克里夫。 这段《孪生伴侣》的倒白,是出自小说《呼啸山庄》的女主角凯西。 这本经典爱情小说的作者是一位一生中,竟然没有爱情经验的单身女子,艾米丽白朗代的灵感来自她的灵魂。 这类作品之所以历久迷心,是因为它们的核心触动了深藏于人心的渴望,我们并不完整,而我们的另一半就在灯火阑珊处, 能使我们从事最初的完整,建筑宝嘎萨哥,奥义书及其他古代宗师著作的东方哲学精神,都教导我们灵魂包含阴阳两面,反映出造物者的双重本性。 这个孪生伴侣的影像,早在二十五世纪之前,就由希腊哲人柏拉图,透过一个使西方世界未知神网不已的传说, 栩栩如生地描述出来,希腊喜剧作家亚里士多芬,歌颂爱情, 谈到宙斯把灵魂剥成两半,每一半都在地球上飘游,寻找自己的另一半。 当遇到真正的另一半时,这两个人都深深沉醉于爱,有意与亲密的惊喜中,片刻也不能让对方离开自己的视线。 这些人共度一生,却无法解释对于彼此的热望,因为他们那强烈的渴望并不是恋人的缠绵,而是人自灵魂深切的凝视。 如果宙斯之子赫菲斯托斯火神问这对伴侣,你们想要成为完整的个体,日日月夜都陪伴对方吗? 如果你们希望如此,我可以把你们融为一体,让你们一起生长,因此两人将成为一体。 等你们死后,也会成为单一的灵魂离去,我问你们是否充满爱意的希望如此。 当这些男女听到这个提议,没有一个人不承认与对方融为一体,而非两个分开的个体,正是他们自古以来的需求。 这是因为人类本性为一体,我们本来完整无缺,而对完整的渴望与追求就称为爱,太过神秘而复杂的真理。 无法以日常言语表达,就会透过神话来传达。 柏拉图的传说描述了对男女具有深刻意义的精神现实,也是圆满实现的关键所在。 孪生伴侣的概念产明了真爱的本质,和他们在地球上的目的,灵魂渴望完整无缺,回归最初的创造源头。 我们相信,回归之道始于个体先在分离的状态中从事精神发展,然后与他失去的另一半续合。 接着再与分离日久的群组灵魂团圆,宇宙性的设计,让我们以这个设计,来探讨灵魂的诞生。 父母神在循环的周期内,把自己导入视线,之后再让完美的创造回归自身,透过阴阳原则的交互作用。 他把自身的单一精神分成许多部分,在这个最初诞生中,建立了其后卵子,分裂成人类胚胎许多细胞的模式。 在上如在下的宇宙规律则在这里展现无疑,在不断的分裂过程中,神圣的能量降为物质形式。 群组在整个宇宙中兴起,每一组都包含许多未来的灵魂,这些都是上帝身体的细胞,每一个都自成生命,群组灵魂接着再分成较小的单位。 当群组进行分割时,每一个都被赋予各自的特质,身子越小,其中的灵魂就越紧密。 即使在出生前的朦胧状态,他们也会透过这层记忆,在回溯的时刻回到彼此的身边,找到自己的群组,以他们来临的顺序回归,在分离之中潜藏着复合。 在生命回到起点的漫长旅程中,每个生命的原子都充满了回归的渴望,即使在分离的痛苦中,新形成的生命也会渴望他们出生的完整状态。 灵魂诞生之后,也产生了寂寞,这是第一个痛苦的意识,而人类将会因此明了,所有的痛苦都在于分离,而所有的欢喜都在于复合。 可是分离并不会终止,当群组分成最小的结构时,就会产生许多单一的灵魂单位,这些都是尚未形成的灵魂,然而他们都是阴阳间距的完整个体,包含一切上代实现的潜能。 这些在宇宙中看似孤立的存在体,非常渴望与分离的灵魂家族团聚,然而他们却要忍受另一层失落。 一级最终的致命分离,每一个灵魂又被一分为二,体内的阴阳成为相等的两半,产生了两级对立,而最终将达成团圆。 这个最后的分离完成了下降的过程,在这之后吸引率则开始重新组合,灵魂终于有了清晰的方向,朝向自己失散的另一半,分离的灵魂现在必须从自然界较低的形式逐步演进,迈向人类的终点。 在整个自然界,以及其后的人类界,男与女都不断寻找着,当我们朝着团圆及回归的顶点漫进时,整个进化也会急速前进。 当我们演化成人后,就准备好孪生的相聚,在这个阶段,我们会碰到群组内的某些灵魂,我们在孪生伴侣重逢的前后,会遇到这些群组灵魂,或称为我们的灵魂伴侣。 回应来自上天的召唤,会产生一般性的群组相聚,群组重逢始于这个世界,并一直延续到死后的精神界,群组会满怀喜悦地与其他群组重逢,他们会透过记忆支线从宇宙四方团聚,这是窒息的记忆。 由未形成的灵魂在无意识中感知,完整的灵魂会带着充分的意识,以完美的存在体回到源头,扩展上帝的意识。 那正是我们在上述途中一切挣扎的终极目标,其巅峰是完美的爱,每一个灵魂彼此相爱,其基础则是男女之爱。 每当人们在爱中相遇时,灵魂就会往上提升。 当孪生的灵性伴侣重新相遇时,灵魂则会如噼射机般往上飙升,孪生伴侣会加入促使一切生命提升的上帝力量,他们的总和不只是两个,而是三个。 诚如柏拉图在所说,最初的人类本性跟现在不同,性别并不像现在是两个,而是三个,以及男性、女性,以及两者的结合,由此产生了雌雄同体的名称。 孪生伴侣在漫长旅途之后彼此结合,将再度成为雌雄同体。 当他们在时间寻找彼此时,尽管密切聚合,单一的灵魂还是存在着两个身体,然而他们在统合的灵魂中永远都会保留自己的个性,彼此将持续沟通,其爱意的交流及创意的互动将超乎我们的想象。 某些灵性著作证实了这个永恒的原则,下面这段话是取自苏菲教的文献,西元八世纪在波斯兴起的伊斯兰教密义运动,苏菲派为伊斯兰教神秘派,重修山客戟,与神亲密交往,对古兰经严格采字易解,无政治色彩,又旋转舞蹈及歌唱曲乐真主阿拉,从存有最初的统一,出现了分裂及疏散。 最后一个阶段则是一个灵魂,一分为二,因此爱成为每一半在世间或天堂对于另一半的追寻。 这份追寻有时候会变得相当迫切,因为孪生的灵性伴侣,一开始是如此相像,因此他们必须先分离,最后才能完成彼此。 相同级互补是爱的两大支柱,完整的个体必须由两人交融成,这是说个人必须非常坚强,才能与孪生的对方相辅相成。 当孪生伴侣相遇时,他们的互补性不会完全实现,而会进一步演进。 这两个都已获得了足够的安全感,因此不需要从对方获得一种自我感,唯有如此,他们才准备好相认,合力克服人类关系中不可避免的冲突。 已故的保加利亚大师艾凡豪曾经以另一种方式,来描述孪生的灵魂伴侣。 1966年他在《爱与性》的第一部分写道,每个人都有一个孪生灵魂,当人像火焰,火花一般从造物主的怀中一跃而出时, 它是一体两面,每一半相辅相成,都是对方的孪生。 其后,这两半彼此分离,各自走向不同的方向,以自己的方式演化,他们在演化的过程中有时候会相遇,而如果他们忍出彼此,那是因为两者在内心深处都带着对方的形象,彼此都在对方上戳击。 因此,每个人的内心都带着这个孪生灵魂的画像,也许非常朦胧,但的确存在。 这就是为什么男女来到地球时,都隐隐渴望能力的一个实现他们所有需要的灵魂伴侣,能够完全和谐的统一契合。 孪生灵魂就是彼此的一切,世界上没有其他人能以同样的方式满足他们。 这一指亿万劫来你所有的丈夫及妻子,爱人或情人,他们之所以离开你,是因为他们并不是你的最佳拍档,你们可能会共处一段时间。 但为时不久,就像一个锅子的盖子彼此无法契合。 至于上帝一起创造的两个灵魂却彼此契合,没有任何事物能拆散他们,他们也不怕被拆散。 当已婚的一方担心配偶被别人引诱,就显示这个伴侣不是真正亲爱的孪生灵魂。 一名女子爱上一位男子,而她为另一位女子拂袖而去,一名男子爱上一名女子,她却移情别恋,可孪生灵魂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 他们带着坚定的信息认出彼此,而且绝不会抛弃对方。 既然这等荣耀等待我们每个人实现,我们却不禁怀疑,为什么孪生伴侣的观念如此显为人知,我们只能推断那是因为我们尚未准备好,知识只有在准备好的时候才会给予。 也许在我们进入这个宝平新世纪之前,孪生伴侣的计划并不能广为人知,人类也许必须进化到某个程度,才能妥善运用这个非凡的好消息。 我们相信这个时日已经到来,而许多化身的灵魂都能无条件地爱人,因此找到失散的另一半真爱。 那么我们真正的至爱,孪生伴侣在哪里,也许就近在眼前,等待对方在团圆之前采取最后一道必要的成长步骤,准备就绪是重点所在。 只有等到我们万事俱备,才有可能相遇,虽然我们无法预测,可是亿万年来一路引导我们走向彼此的宇宙力量,却窒息这个时间。 双生灵魂是镜中的肖像,也是自己的另一面。 然而上帝的计划是如此神奇。 当我们初次遇到孪生的另一半时,却会发现它是独特又迷人的。 部分的迷恋无疑是因为我们看到自己的本质以一种新的方式反映出来。 但是,分离的两半灵魂各自的人生境遇也会把不同的经验带给对方。 尽管不同,却又互补。 我们觉得灵魂的另一半永远新鲜有趣,会带给我们所有欠缺而渴望获得的部分。 我们使彼此圆满。 这不是瞬间集成,而是透过成长的新过程,成为彼此更密切的一部分。 同时却奇迹似的越来越独一无二。 孪生关系的关键在于两个成为一个。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却增加自我的独特性。 在孪生伴侣的统一中,我们绝对不会感到无聊。 而是在永远的成长中感到心最神迟,在孪生关系中,会密切注意对方的存在。 清楚觉察整个对象也意味着他受到关照,受到持续的注意,以及要全面关照对象时所必备的反复检验。 这就像母亲一再明视婴儿的那种细微关注,或恋人明视自己爱人,或见赏家观视他的画作。 都会比不精心的撇示产生更完整的关照。 这种专注,找你又充分注意的相认中,我们可以获得该对象充满细节的多层次知觉。 灵魂的眼睛掌握完美存有的形象,每对孪生伴侣在明视对方时,都能瞥见那完美的形象,并透过爱的力量是踏实现出来。 马斯洛写道,不断体验我们喜爱的一张脸或一幅画,会使我们更喜爱,并以不同的感官看到更多。 他把这种现象称为对象内在的充实,我们可以在孪生伴侣的关系中谈到这种人物内在的充实。 因为他们看到彼此最崇高的一面,而他们饱满的心灵会表达这种感知。 这有助于平衡性别,并预示孪生伴侣的会面有可能带来别处无法找到的心理帮助。 如果双方成长的意愿极为强烈,就有可能互相吸引,并透过爱意与相互帮助,引发必要的改变。 即使在孪生伴侣结合之后,内在的工作仍然持续进行,他们对于彼此成长的贡献,将是最有报赏的爱情举动。 孪生伴侣结合后会进入新的领域,它的确是灵魂在绝非身体的向度中会和灵魂之爱穿透各层次倾斜而下,照亮心灵,进化情感,并使身体从事圣洁的交合。 它将会产生新的意识,更接近上帝,以及爱的起源。 当孪生伴侣回到彼此身边,就能协助整体回到源头,他们深切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感,以及更高等的生命要提升区域一切的固有责任。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这么多孪生的灵性伴侣会在服务的工作中齐心合力,例如主持成长营,写书,教导等等。 他们追随自己的窒息,并向别人发出召唤,因为他们触碰了灵感的新层次。 这在诗人之间最为明显,就如在第八章会看到方帝宝的情书一样,他们的情感远比人类情感更宏大。 那是灵性的情感,无法用一般语言形容。 这并非孪生灵性伴侣生到太虚幻境,不,他们的爱牢牢扎根于地上,可是他们联系的深度却使他们能够攀升到如此的高度。 对于我们日常的事业而言,灵魂的领域是一个奇幻领域,然而对于住在其中的神秘家、恋人、儿童及天使而言,却是在自然不过。 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孪生伴侣的相遇常会有一种超凡的感觉。 这种命运的转变可能源自于不断引导分离的灵魂,走向结合的高等力量。 宇宙设计的席卷之力是始于数不尽的分离道道,修补灵魂的第一个高峰。 宇宙的一切力量都为这个高潮的事件回想不已。 它是两个长久迈进的灵魂的终点,也是他们的报赏。 只有等到自我实现达成之后,相称的两半才会被吸引至对方的轨道,而形成完全的整体。 我们几乎可以说,等到两半边灵魂在分离的状态中达到最高的独立时, 孪生的关系才有可能出现。 这也是孤独的顶点。 每一位男女都必须独自攀爬山峰,能够在冲击灵魂的强峰中屹立不摇。 然后孪生的对方从迷雾中出现,并不是神圣计划者的神奇设计。 精神最极致的孤独会让位给第一伟大的结合,而孤独也就从此销声匿迹。 这并不是坠入爱河。 坠入爱河一般是指一个人迷失在另一个人之中,让自己退位,而把它交给爱人的心。 孪生灵性伴侣的重逢则是进入真正自我的深处,一级灵魂的栖身之地。 人类天性中对于面诀和自我迷失的害怕远远流长,是那些把死亡看成终结的人害怕死亡。 在人的一生中,自我与他人的种种冲突会造成两极对立,而灵魂就透过这种挣扎往上攀升。 当挣扎的灵性伴侣结合后,自我与他人就合为一体。 然而,即使在这层次,自我迷失的古老恐惧仍然会投射出他的阴影。 挣扎伴侣的结合具体而微地反映了所有灵魂与源头的终极结合。 在上如在下,在我们了解层次的结合显示了远超过我们了解的境界。 我们来自窒息,每个人都是从另一个人杀纵即逝的窒息中出现,而我们也终将归于窒息。 这十万有一切的缘由,也是一切实质。 超级静坐的创始人马哈里希出到西方红法时,有天晚上盘腿坐在一张沙发上,他的身影在伦敦机会空无一人的亚伯特厅中显得非常渺小。 他在手上碾了一朵花,安静地等待来听讲演的寥寥数十人安静下来。 然后他微笑地说,生命就是窒息,生命对他就是窒息,因为他几经清醒,我们也会如此。 因为我们存在的目的就是获得充分的意识和窒息,我们会透过爱而心醒。 如果没有爱,我们就会永远在睡梦中漫游。 我们活在爱的普及网络中,无时无刻不催促我们心醒。 一个学能的爱之行动使灵魂各自分离,并设计使他们透过爱的增加而回到彼此身边。 孪生结合的喜悦非常浩瀚。 但是他在由孪生伴侣组成的群组灵魂因重新聚集所产生的狂喜面前,也要黯然失色。 群组会逐渐相加,在整个宇宙中成群结队,往四面八方扩展,如繁星一样众多。 其中的每个灵魂都会扩展,以容纳致喜。 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行动都是朝着爱集结合迈进,只是某些行动比其他行动更直接而已。 燕宇说,神已去现化直线,当我们进化时,将会学习把线条拉直。 一路上,痛苦一定在所难免,可是它会被超越。 大师断言,我们会通过痛苦而演化。 直到我们最后学会从欢喜中演化。 孪生的结合就是透过喜悦进化的保证,曲线开始拉直。 直到最后以两点间最短的距离回到上帝身边。 在伟大的回归时,一切分离的目的都变得昭然若揭。 灵魂从最初的神圣火光,朝着完整存有的光辉引化。 以各自的荣光加入圣父母之列。 孪生的灵性伴侣各自回到雌雄同体的状态,将会永远保持两个独特的阳性与阴性的身份。 这是他们在远古之前的演进。 两者同在一体,而一体在众多中仍旧保持一体。 第二章,依旧性和阳性。 阳性和阴性,是通过宇宙展现上帝的不断的创造,是自己永远存在的能量。 这些被描述于奥罗宾多的瑜伽综合艺书中,奥是当代伟大的灵性导师之一,与他的女古鲁伴侣在19世纪20年代,在印度创建了现代著名的静修中心。 阳性是无限神性在可能性的存在里,包含了所有事物的一面。 阴性是他的瞎刻地,通过宇宙时空显示出来,他是世界之母,宇宙的阴性创造者。 生出了众神和世界所有事物。 他是在永恒的一和万有显现之间的母性中介,通过他从一中所带来的能量的舞动。 他显示宇宙的多重神性,拓展他的无尽显现,通过从一能量的向上回流。 他引导回所有从他们流出的,以便灵魂在他的进化显现里能够越来越朝向神性。 如此,个体灵魂的模式则是运转于神性的分裂和回归中。 所有的灵魂完美地再现了神的分离和回归的二合一到二元性。 我们可以通过学习神内的阴阳双身关系,来理解我们的阴阳本性,和关于我们灵魂的双身关系。 我们中的每一个都是宏观世界的微观反应。 一旦我们理解了宇宙的本性,我们则拥有了一把打开我们自己灵魂的所有奥秘的关键钥匙。 奥罗宾多叙述了造物主与双身灵魂完美相关的另一面。 他们再现自己的两个面向,彼此关系的正面和反面,是能量的两条线。 正的或负的,所有它内部的显示效果,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男性伴侣包含了女性能量的一面。 同时它通过它的创造性能量从内部被维持,双身灵魂在分离的那一刻,被分配有它们的与生俱来的性别。 但是这两半从未完全地分离,每一个保持了另一个的种子,眼镜看到灵魂的每一半所含有的种子缓慢地成长,成长总是导向重逢的时刻。 那个时刻将在阴阳双重能量达成了一个精确的平衡。 如同它们在神性里的平衡时到来,我们在深处是阳性和阴性的存在,我们的性别间基于造物的蓝图。 它不能被否认,它倒向扎根于灵魂的爱,因此,双身灵魂之爱对每个人来讲都是注定的。 对于你,对于我,对于富有者,和最贫穷的人,对于监牢里的犯人,对于老人和被遗弃者,对于所有的在孤独中痛苦的人,每一个灵魂渴望它的完整, 每个生命朝向它,尽管隐藏在深处,追求完整渴望的动机是所有的根源。 它驱使我们回归到我们曾失去的。 首先我们失去了在神的国度里的原始家园,其次,我们失去了异性的自我。 从我们的中心与灵魂歇断,我们听到回归的呼唤,但是我们只能作为整体的存在而回归,我们必须晚到达一些,为了另一半的我们。 那时我们才能朝向那个更伟大的完成,我们生活在一个性别混乱的时代,甚至性别被否定的时代,我们必须更深地看入我们性别的源头,性别扎根于灵魂深处,通过所有我们的人生,我们发展我们的基本性别,同时滋养在阴或阳的灵魂之内的相反本质。 在东方哲学中,阴阳是被如此定义的,阳是原始的推动力,划分和描绘,阴是响应的推动力,同时滋养和结合,阳有力量,阴有耐力,阳是知识,阴是神秘的自行显示并且成为知识,阳是发现者,阴则导向更大的发现,阳作为暗人因此而被爱,因被爱并且是爱的源泉,阳是意志,阴是智慧, 一个离开了另一个什么也不是,而在一起他们则是快乐的,阳作为昼而朝向夜,阴则作为夜而领先于昼,其中的一个是推动海浪向前的力量,另一个则是回退他们的力量,以便他们能再次向前。 双生灵魂的相遇只能在一个男人可靠地完满了他的男子气和一个女人,确定在他的女性细致里才能发生,一个真正的女人不仅有着浓厚的女人味,而且也有让人舒适的第二男性特征,一个完整男人不仅展现他的最好的阳刚之气, 同时还连同他的高度的阴性灵敏度一起展现出来,这就是马斯洛所称的自我实现的状况。 当一个自我实现的男人和自我实现的女人相遇和结合,他们互相分享性别特征,畅快的和谐的交流,如鱼得水,男性和女性能量,通过区别和距离,能在我们的内在工作中被识别,我们能运用它们创造,把它们带入平衡,促进我们朝向完全连结的发展。 那个平衡对于每一个灵魂是不同的,它的达成有几分是出于自然的成就,有几分是通过我们自己,在我们的重组和再结合里,随同着神的力量创造伙伴关系。 你是一位女士吗?某处有个在工作的男人通过她的内在,把你女性的力量带向成熟。 当你遇到了你会认出你自己,你在里面携带着她,就像一个在成型的婴儿,那十足的男性品质定义了她的本质,你是一位男士吗?你的互补的一面在你的男性里成长,在你独特的阳性气质里成长她自己。 当最后你们遇到彼此时,你认出的光芒将反召回你,那个确切的和谐存在于,你对你的两个部分是同样的的理解的结果,你们从未停止过成长。 一个含着另一个,奥罗宾多这样写道上帝的依然二元性,这个二元性,尽管看似分而未分,无论哪里有其一,则那里也有另一个物理学家最近发现。 并且惊奇地发现,如果通过外力使快速转动的两个电子的原子中的一个反转,则另一个也做相似的反转,尽管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距离,双生灵魂的二元天性也是这样,只是看起来分开,它们拥有两个不同的形体。 但是无论在哪里,在精神层面都会影响另一个的存在,每一个行动在它们的灵魂演进过程中发挥作用,并且在物质层面显现出来,因在阳中,阳在阴中的发展明显地略过历史,我们追踪我们的成长,从远古的男人和女人,到今天的试着合伙去建立两性的联盟。 早先的男人是完全阳性的,微弱的女性气质被深埋在里面,早先的女人是完全阴性的,顺从的和依赖的,从这些我们得出了女人被动,男人主动的陈词滥调,两性间的和谐发生在他们把自己的内在力量带入平衡之后。 这可以用下面这个关于戴安的故事来说明,戴安绝望于能找到一个和自己有完满爱的关系的男人,他三十几岁,具有非凡的魅力和活力,迷人的个性。 他花了很多年去建立和经营自己的媒体公司,目前在此领域排名前几位,他把自己定位为女权主义者,他大部分的朋友都是女性。 在他的厨房里,他挂了一个贬低男人的宣传海报,虽然只是消遣,但这个海报也反映出他感觉的混乱。 戴安和安东尼,一个法国人,卷入了一场七年之久的爱恋之中,他们的关系充满冲突,但是这些不快被一场分离的洪水所淹没,距离激起了他们彼此的渴望。 他们通过飞红传书表达爱意,当他们彼此探访时,不同的玫瑰也会出现在那场合。 戴安发现当他待在安东尼在小村子的寓所时,明显的改变出现在他身上,他对家庭生活的热爱压倒切,做饭,洗衣服,打扫地毯,清理阳台的栏杆,以及其他家务活。 他的一部分惊讶,他在地球上在做什么,尽管他不否认他是很享受的,实际上他在表达爱家的本能。 他的阴性偏性,这一面因他在商务世界里的竞争而忽略了许多年。 他的阳性力量与他内在的阴性力量产生了不平衡,他的阴性力量表面上已被饿死。 在安东尼的寓所里,钟摆摆向另一方向,阴性开始宣告他自己,但是当钟摆幅度太大,他们总是制造新的不平衡。 他在安东尼处锅碗瓢盆的快乐总是最后变成失望。 安东尼和他的性别标准不相衬,他的女性气质大于他内在的男性力量。 但安的女性气质的嫩牙需要一个强壮的男性伴侣,以便去完善和实现。 阴和阳的力量在男人和女人身上以不同的方式工作。 对于女人身上,阴性能量健康发展的时候,成为灵性流入的纯粹受体。 而对于低度发展水平的女人,她表现为需求和依附于男人。 在未发展的男性身上,阴性能量朝向顺从和虚弱,而对于成熟男性她展现为亲切,同行和呵护。 这些品质闪耀男性力量的真正光芒,这些品质是戴安所寻找而在安东尼身上没有发现的。 他的顺从和缺乏男子气的回应使得他懊恼和最终对他的轻视。 这个理不清的关系是痛苦而漫长的,使两者都陷于混乱,绝望和充满责备中。 带安使用他的阳性能量去探索恢复和治疗,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开始走入强烈的精神探索,借助长时间的祈祷。 他勇敢地研究他自己的内心世界,对带安来讲,重要的觉悟是他的女性天性,他爱大自然,那是很久以来被窒息了的。 拜安看到他们最初被吸引是因为他们强烈的两极性,拜安的男性自我超越他的人格,而安东尼被他的女性自我所统治,这是相反的吸引。 然后发生了不愉快,他们未达到完满,拜安的真实身份只能在他的女性力量的展现,超过他的另一级时发生。 对安东尼也是同样,拜安此前经历了多次爱的伤痛,他惊讶地意识到他的女性状态深埋于恐惧,害怕变得敞开,因而会带来的伤害。 为了心理过去心理上的阻塞,他寻求心理咨询,在爱的方面,他发现矛盾的爱的关系出自于他父亲的阴影,通过心理咨询和冥想,内省的帮助。 拜安认识到并且更加勇气去剖析自己,一步一步地,与新的方式联系,反男性的海报被丢掉,他的商务变成他天赋。 女性力量和精神渴望的表达,他削减他投入里面的时间和强度,重组他的优先顺序,减少物质需要以便每天可以有时间做瑜伽练习。 他分出时间去做服务性的工作,通过强度的阅读和祈祷,他重新发现和基督的联系,时间推移,他的灵魂变得更接近平衡。 他写道,在我的蒙路中,我忽略了对精神性的真正渴望,与上帝和其他事物的联系。 很快我决定上帝才是我的最优先,我的生命有了转变,我在巴黎找到了自己。 那是一次东欧和俄国区域意识扬声研讨会,俄国东正教大主教做一次发言,本来我没有逻辑上的原因前往,但是我的心却想去那里。 我遇到了一位从世界另一面和我同样原因前往的男士,萨姆是一位企业家和艺术推动者。 他有着非凡的头脑,对人类的两端论充满理解。 他清楚的思想和广阔的心胸是难得的结合。 萨姆生活在离我不太远的城市,我们通过电话和书信保持联系。 我发现我自己越来越向他敞开,变得亲密。 一天当我们通过传真分享我们喜欢的祈祷时,我一阵狂喜。 我们分享关于上帝的想法,并且始终感觉被爱之光所拥抱。 我们经常互访,我从未变得对任何人如此亲近。 在我们无条件分享自己精神旅程的认知里,我感到安全。 这是一段非常幸福的时光。 我的生活呈现出爱的金色绚丽的光芒,充满了可能,希望,和神奇。 在他寻找亲密感情的道路上,但安再一次与一个男人纠缠在一起。 尽管萨姆有着比安东尼更强烈的男性气质, 但安在他的女性气质里更加的安全。 但是仍然有性别上的不平衡存在。 萨姆的恐惧和不确定,在他们强烈的关系面前呈现出来。 他的女性气质仍在依赖的阶段,他和戴安仍是不平衡的。 尽管他们是相容的和有着强烈的灵魂连携, 戴安深深的陷入爱之中, 敢于最后交出自己和使自己变得完全敞开, 冒着可预见的危险。 他把萨姆的抗拒当作完全的拒绝, 而陷入绝望中。 他的心碎了。 他曾如此确定彼此有着真正的灵魂之爱。 他感觉到那种爱通过所有他的存在散发着光芒。 在那痛苦的风暴缓解后, 他发现自己并没有全错。 萨姆坚定地表明留在友谊关系里, 重申对他的真实感觉。 他们的爱改变了方向但仍然很深, 尽管不是双生灵魂, 他们却是亲近的群组灵魂, 或一般称之为灵魂伴侣。 在他不动摇的热爱和支持里, 萨姆坚定了戴安第一次在他身上看到的浓度, 他确信他们将是一生的好朋友, 自觉地在灵魂藤面连结, 为了对方灵性的成长而彼此奉献。 但安不怀疑他与安东尼长期麻烦的恋爱关系, 是对他通过萨姆来到他面前的巨大课程的准备, 而通过萨姆他了解到有更多的内在身、 心、灵领域的工作需要去做。 七年过去了, 他遇到了马克, 在一次对灵性感兴趣的宴会安排上, 他立即感到一种与他的连结, 不仅是外在表露出来的吸引他, 吸引住他的事, 他的敏锐和与他在灵性话题交谈中开阔的兴趣。 当他们第一次出去, 发现他们都在读汉斯、 昆的上帝存在吗? 一本灵性著作, 随同灵魂的响应一起, 他们相似的体验指向双生灵魂关系, 他们都在开自己的公司, 并且最近转向社会服务事业, 他们都做心理治疗, 清理过去的心理问题, 使他们更加觉知和意识到自己, 他们因此有表达他们情感和感受的共同语言, 他们都独居了两年, 他们都有每日的精神练习、 祈祷和冥想, 而且他们都从事一些社会性的工作, 他们的道德规范共同, 他们对家庭、 朋友和事业和优先顺序一致, 他们都有身体上的锻炼, 他的瑜伽和他的马拉松, 他们都是素食者, 他们都有同样的宗教背景, 这样丹安和马克和深、 心、零深邃的相拥在一起, 这不是突然发生的浪漫之爱, 对戴安来讲, 全然地被支持是一种新的感受, 当他们的身体在一起, 为了一种满足合一的渴望要远远大于性这件事, 交合对他们来讲是一件自然的行为, 就像说话, 睡觉和存在, 他们的分享再增加, 相遇的志乐和喜悦, 每一天都浸透在惊奇和爱中, 他们都意识到是上帝指引他们相逢, 而且上帝是未来生活的方向, 现在他们结婚了, 彼此更强壮、 清晰、 快乐、 和更平静, 超过任何他们曾所知的, 朝向双生灵魂的道路, 经常是痛苦和困难的一种, 就像对于他们的那样, 尽管每一个都有许多的失望, 但信念是永远的灯塔, 当他们的人格朝向, 对自我更深的理解成长, 他们的困难经历, 不仅没有使他们变得冷酷, 反而打开了朝向疗愈心灵的可能, 我们是通过学习关于爱的经验来接近双生灵魂, 这个课程也许是在爱的关系中学习, 或者通过简单的发展内部爱的能力, 我们和他人的普通联系是要广阔探究的工作, 像一个画家, 我们汇出他所有的高度和广度, 当我们保持开放, 通过灵魂发现所有过往的经验, 并由此朝向合一。